由吉安湘庆丰文化发展协会主办 咸音琴社十年琴交流音乐会活动 11号的上午是在吉安浩克艺术村举办 邀请到在地的国乐团和太极拳团体 同时融入了中西部的国乐团一起演出 在国庆年假为协会十周年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99年10月成立的华临县吉安湘庆丰文化发展协会 今年10月迈向10周年 在国庆廉假的最后一天 在吉安浩克艺术村举办咸音琴社十年琴交流音乐会 邀请清风八音班、笛子班、乐分享快乐乐团 花莲县意见太极发展协会 还有来自台中的九联盛乐团等 一起透过音乐交流庆祝 我们的国乐团就由我理事长来 大家就是一起团练 到至今我觉得10年到了 10年功我们台上三分钟 就能来展现我们的成果 也是等于是成果的发表的预示 那今天我们的演奏方式有多元化 因为我们传统的八音传统的国乐之外 我们还配合现在时尚 因为有个伴奏乐 有伴奏音响 然后我们做一些流行歌曲 怀念老歌这种演奏方式 刚好因应到现在的社会这样子 这一份的乐音也是大家共同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成果 所以不管是我们外县市的 我们的老师团长带来的分享 或者是我们在地方10年努力有成的 这样的一个乐音来缭绕 我们相信这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份幸福在地方 一百多位的国乐爱好者齐聚音乐会 彼此交流 而庆丰国乐团是由地方爱好国乐人士成立 生活相名喜爱 为了在地方上能推动工业与文化 期盼持续透过国乐 太极拳 书画 音乐等融合 提升社区民众的生活素质与身心健康 让更多相亲共相顺举 记者长帮燕姐安箱报导